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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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自己也会做 就是最好 因为其实洋葱在里面 它会把那个味道跟那个豆瓣酱后面是香的 所以我一般是差不多就是半颗到一颗这样的 大半颗 对 大半颗的一个这样 但是我去张州的时候吃美食 我觉得张州的这个美食里面辣的东西相对来说会比较少 因为我自己是因为有在成都待了六年的一个经历 所以我对辣椒是有一种比较偏爱 对 一个偏爱 在成都待了六年 对 所以那你现在做的这个菜是 这个闽南菜和成都菜结合 结合体 好吧 今天这个豆瓣酱就是你从成都带过来的 辣椒直接给它切成这个斜切就好了 斜切就行了 也是为了配色吧 一个为了配色 一个就是它的有有那个味道 有一点甜的味道 嗯 之前呢我们有给大家说嘛 这个阿布呢他是张州人 因为现在大家可以听他的这个普通话 应该是没有张州人的口音 完全是长都普通话 四川口音 川普了 川普川普 我们如果在南方多吃些辣椒的话呢 脸上肯定是得冒痘 而且就上火 但是你到成都你比如说连着吃几 吃几天的这种辣椒 你会觉得我们的皮肤好像挺好的 对 所以说那边的女生 不管男生女生 其实你看他们皮肤都是非常白嫩的那种 但是吃辣椒吃多 一定给大家提个小建议要多喝水 对 因为如果你不喝水 不多喝水的话 嗓子很容易就哑了 对 这边的料呢 我们现在全部都已经给它 差不多已经切好了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开火热锅了 好了锅呢 现在已经热了 在里边直接加油吧 加油吧 把这个拿起来 油量可能应该稍微多一点 对 因为它是一个爆炒 煮鸭针的时候 就是在穿火锅 在煮这个鸭针 12秒的时间 12秒 直到12秒 那我可能还就是没这么精准 那你肯定这个爆炒鸭针的时候呢 你没有像这个蒜火锅它切的那么的薄片吗 对对对 因为它需要 我是可能放久一点 我想让它豆瓣酱的味道更浓和一点 爆香这个辅料之后呢 接下来你是首先要放豆瓣酱了吗 没有没有 我会先把佐料放下去 就是你的这个刚才切的这个青红椒 包括阳松 我会想我会想把那个料的味道先拿煸炒出来 现在就来慢慢的炒这个 补料 对 但是在成都菜当中我很少吃到洋葱了 大多数就是辣椒 只要一盘一盘的 连青菜里都放辣椒 所以呢去成都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一到了这个成都之后呢 呃似乎这个城市 对就是火锅的味道 辣椒的这种味道 然后刚才因为 就把这个压针倒下来 也给它一块放进来 对 哎呦不错啊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的习惯性是先撒一些老酒 老酒 对 已经有香气了 老酒的香气 而且你看压针马上就开始变色了 对 轻轻地翻一下 这个锅呢 我在帮你拿点 有点滑 对 有点滑 然后加一点酱油 给它上下色 对 酱油主要是为了给压针上色的 哎 其实在煮菜的时候啊 这个洋葱煮的时间越长越好吃 它其实味道越香 很多的这种菜肴 它不是都把洋葱铺底吗 就比如说保仔类的东西 上面是牛仔骨 然后牛仔骨呢 可能所有的这种香气都渗透到这个 洋葱里边了也是非常的好吃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豆瓣酱出来了 要多少的量 我觉得个人喜好 如果我个人是比较偏爱辣椒的 那如果不是很爱一勺差不多 如果你想再来点可以再加个半勺 就是这样的 你的这个炒豆瓣酱的方法呢 也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很多这个上我们节目的达人们 他们在炒这个豆瓣酱的时候呢 通常是会油差不多炒香料头了以后 马上去炒豆瓣酱 他们觉得炒出来那个豆瓣酱可能更香 哦那我 你是后边加 我是想说就是我的习惯是先把那个 就是我们那些调料进去 然后老酒店进去 然后让它味道慢慢的出来 所以你的做法是这个闽南和成都的结合 可能是 川菜的这种结合 对 颜色出来了 里边还需要再加什么调味料吗 最后要加一些 盐啊 鸡粉啊之类的 糖需要吗 糖我习惯性可能是因为闽南人的习惯 我喜欢要加一点 要加一点点 这个 半勺 鸡粉 糖 盐 糖我习惯性会是加一勺 一勺哈 其实现在川菜当中也会放一点点 会 其实都会放一点糖 然后盐吧 可以少量了 因为刚才我们放了这个酱油又放了 老酒 对 还有豆瓣酱 对 让所有的调味料融合之后 在一起 那现在你的这道菜呢就已经好了 可以了吗 差不多了 可以了 差不多可以了 先会出来了 我现在想先来检测一下 对 怎么检测呢 因为这道菜好与不好 它的最关键点呢是在压针的部分 我们先来拿一个筷子 我来先检测一下 你现在心里忐忑不安吗 就是确实是 有一点点哈 今天鸭针其实切的挺薄的 嗯 还是挺脆的 还行吗 合格了吗 合格 恭喜你这道菜呢已经达标了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道菜的制作过程 爆炒鸭针需要准备的原料油 鸭针 洋葱 青红辣椒 葱姜蒜 调料是盐 白糖 鸡粉 老酒 酱油 和豆瓣酱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做法 洋葱切成片 青红辣椒切片 姜蒜切成片备用 热锅热油 炒香姜蒜片 倒入青红辣椒和洋葱翻炒 再加入鸭针翻炒 加入老酒 酱油 豆瓣酱调味 最后再加入鸡粉 白糖 盐 略炒即可起锅了 鸭针的主要营养成分 有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维生素C 维生素E 和钙 酶 铭 铁 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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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元素含量较为丰富 女性可以适当地多吃一些 中医认为鸭有健胃的功效 你们家人有吃过你做的这样一个爆炒鸭针吗 这道 还没有做 还没有 因为爸爸妈妈不太喜欢吃辣椒 吃辣椒 但是因为你的生活经历 然后在成都待了六年 然后现在又回到福州来进行工作 所以赋予了这个菜呢 不一样的这种 情感 对 然后每次看到辣椒的时候就想到 哇 我六年在成都 我的青春美好时光留在了成都 所以这个赌菜 撕香 另外一个故乡 那好吧 那我们等一会儿你多吃一点 吃多一点 然后呢想起美好的成都 美丽的成都 那么谢谢阿布来的节目当中 给大家带来的这道爆炒鸭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 那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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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